第六类的部分跟第七类最大的差异 这个是唯独 不能够改 那它最大的好处 你说老师那唯独跟不唯独有什么差 最大的差别 一般唯独好处是效率比较快 因为它不用管到要修改删除的部分 所以读取的速度绝对是相对比串列还来的高 可是问题 其实说现在电脑都够快了 而且你资料量也没那么大 老师说你根本可以忽略这个形态不管 为什么 因为速度相差可能是百万分之一秒的话 说真的还怎么差别 给你差个半秒钟好了 所以现在最大问题是你写不写得出层次 而不是说你 除非说你是像那个淘宝 每次那个时间那么多人 几亿个人同时上线 那当然你就会有需要在形态上面 让它效率提高 可是如果你现在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所以等于这个形态你暂时不知道也没关系啦 OK 另外的话还有像字典 字典的话其实就等于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两个串列 一个串列是编号 一个编号是里面的资料 所以如果字典的话你可以理解成两个串列 一个串列是编号 一个串列就是它里面放的资料 就是key跟value的概念 另外的话它的符号是大瓜 中间的话会用写号区分 前面是key后面是那个value 所以等于是有点像是key的话有个概念就是它是唯一的 也就是不会跟别人重复 所以这个字典的部分也会用到有key value的概念 大瓜糊记得 那set的话其实跟字典有点类似 也是大瓜糊 可是它里面它只有value没有key 也就只有放一个东西 没有冒号的话那就是set 那一样跟字典同样有一个相同的地方 就是不会有相同的资料 不会有相同资料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如果假设 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串列 那里面有重复的数字 重复的资料 那你希望把它变成没有重复的话 你可以把它转成set set之后的话 它就只会留下不重复的资料 只是你要转型的 这个顺便讲一下 其他的话你说像字典这个我们用的蛮多 字典里面它会考你怎么样建立字典 产生字典 那相关的字典函事故 像我们用蛮多的像Splitter Splitter就是字典函数里面 蛮常被用到的 那其他有像蛮多的 后面我们会提到相关的 那第九类的话就是档案 档案主理 就是我们也有用到 我们现在讲的其实也跟档案有点相关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假设你没有太多的方向 或者你说老师我工作上可能用不太到这些东西 那没关系你先把这些练手 因为你工具会用之后 你慢慢就有方向了 而且我跟各位讲 那如果你一般基本处理建议用Excel 你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在 它已经算是都在程式设计的阶段了 因为它不像Excel 可以用滑鼠跟键盘然后慢慢key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慢慢输入的话 或者像前端操作 如果视觉化的部分还是建议用Excel 那如果你假设要批次了比如说大量处理的话 或者是辅助Excel有些档案的合并分割很麻烦的话 那其实我是建议用Excel 但是这个可能要区分一下 你不是说一个软体就通吃 没有 你要知道每一个工具它的强项在哪里 它的弱点在哪里 没有说一个从头用到尾 没有啦 没有人家说我学一个Excel 其他不用学都ok 没有 所以理论上 这个可能要全部要什么 全部把它串在一起的 比如说你要这样视觉化呈现 没有 除了说Excel里面有枢纽分析表 枢纽分析图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大量视觉化 比如要画很多图 那最好用Power BI就是最简单 有没有 所以你可能最后把资料产生之后 再丢给Power BI去帮你秀 那这样其实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这样来使用软体 我觉得是比较符合它 实际上它的优点 ok 所以你要知道每个软体 每个都有它的优缺点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 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 有关就是合并 有没有 我们是讲到 这个全球邮局地址的练习 所以我要请同学先帮我下载 所以在云端上面的话 一样有一个那个范例档案 这边有个范例档 范例档里面呢就会有一个这个什么 全球邮局点击IP 那我好像我已经把它解压缩了 解压缩到 我是因为我这边只有C碟 所以我放在C碟底下的temp 没有我是放根目录底下 所以这边有25个 这个全球邮局地址 那它基本上的结构就是中间加空白 好像第一个什么橘号 第一个橘号账号 它的哪一个橘 然后地址在哪里 OK 那如果假设我今天第一个 第一个需求 我如果假设先不要管eSail 可能后面我们要把它再延伸到eSail 我的需求是希望 请各位先帮我把这25个档案 把它合并成一个档案 档名的话也叫o.tsd OK 把25个档合并成一个档 那这应该怎么做 上礼拜好像已经有先做一件事 你25个档不OK的话 你可以先开个档看看好了 所以我如果假设我今天把三重.tsd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存档 我先存 反正如果存 我先里面就存o.tsd里面就存三重就好了 那如果你三重可以存进去的话 那你之后再去开底下的档也分别把它放到 那个档里面的下方应该就简单了吧 OK 该可以知道我意思吧 所以这个过程应该是先开档 然后存档 只是差别是你除了要开的话不是只有开一个 你要开25个档 所以这里的话你会需要用另外一个外挂 叫o.tsd 这个模组里面有个方法叫点work 它可以给它资料夹 它会告诉你这个资料夹底下有多少个档案的档名跟负档名 那如果可以的话 而且它return回来会是一个串列 也就是说它会把那个什么 这些档名负档名返还给你的就是一个串列 串列里面三重点tst有没有 就放在0的位置 中立的话放1 所以这边有25个嘛 就0到24 那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不就可以批次的跑个回圈 分别就一直开档 然后一直写档 开档 写档 开档 一把它写到它档案里面去不就好 最后存档不就是o.tsd 大概流程是这样嘛 那只是说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写出来 所以将来你们会遇到的问题就是 你学了一部分 你要把这每个部分接在一起 就像拼图一样 这个拼图是很多张片段所做出来的 不是说 所以你变成每个片段 你都要很熟悉 所以第一个 我上礼拜好像已经开档了 开三重嘛 上礼拜好像 对 开三重 然后已经把它存起来了 ok 然后今天的话接着继续来看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把那个三重的部分开档看看 全球有一个例子 我是放C 可是你如果放别的位置也没关系 然后我们想想看怎么样可以把这25个档案合并成一个 因为如果你假设不会做合并的话 你变成你要手动 很麻烦 25个还 好像还好 这样如果有250个档 我想你应该就选择写程式 ok 所以你说什么时候写程式 但资料量一多的时候你才会 但少的话你 咬牙一针也过了 25个还可以 对 反正你就打开 然后Ctrl A C 然后Ctrl V OK 那当然因为现在已经是属于Big Data的时代了 所以其实质量应该都不会太少 所以请各位先想想看怎么做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那其实也不难 那最后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除了TST之外 可以不可以直接把它变成Excel的档案